文恩典的话语是马可福音九章 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和五十节 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 他们来到加百农 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 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 门徒不作声 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 五十节 原本是好的 若失了位 可用什么叫他再嫌呢 你们里头应当有言 以此和睦 阿们 代替亲爱的者牧师有李观奎传道师 以你们里头应该有言彼此和睦为提正道 感谢蒙恩典的赞美和 演奏的平安师班的现实和尼西管学乐团的演奏 特别是尼西管学乐团创团27周年 纪念演奏 感谢大家 亲爱的贵圣徒们 今天看一个有名的美术作品 来开始今天的正道 请大家来看画面 其实大家都非常了解的 一个作品叫最后的晚餐 达芬奇在520年前完成的作品 耶稣在背定石架上的前一天 和门徒们共进晚餐时候的场面 是表现这个场面的一个作品 在这里面呢 给大家提个问题 希望大家再来看一次画面 嘉烈尤大师在这里都是哪位 哪一个呢 给大家提一个 是耶稣的右侧的六个人当中的一个 嘉烈尤大呢 他是会计 他信心变质 然后是把耶稣给卖了的这个人物 如果说是达芬奇的话 大家要怎样表现这个人物呢 是第几个人呢 是右侧第二个人是嘉烈尤大 从哪可以知道是他呢 他的右手呢 拿着前袋 他有右胳膊前面 有一个罐子倒着 前袋呢和嘉烈尤大有关系 那这一个罐子还有这个罐子是倒着的 有什么关系呢 和嘉烈尤大有什么关系呢 一会儿呢在本论当中呢 来解析给大家听 各位圣徒们 约伯记六章 看约伯记六章呢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内容 约伯呢 失去了家人 家产 还有所有的一切 甚至呢 甚至长满毒疮 这个时候呢 约伯的三个朋友来找到他 其中的以理法呢 这个时候和他说 约伯记五章八节 他说 至于我 我必仰望神 把我的心 把我的事情托付他 那换句话说 就是说 朋友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依靠神 各位这句话呢是对的 但是呢 和现在绝望当中人 所说的话呢 这好像是 像一根针一样 那听到这句话的 约伯呢 在约伯记六章 六到七节 说 物淡而无言 岂可吃吗 淡青 有什么滋味呢 看我可厌的食物 我心不肯挨尽 可厌的食物 约伯所说的话呢 是这个意思 淡青呢 没有盐 怎么能够吃的好吃呢 没有盐 我是不愿意吃的 吃这是很可厌的食物 那换句话说的话 就是说 朋友们 你们说的 说的就算是再对 怎么能够和 将要死的 我说这样的话呢 对我来说呢 真的是 非常的 刺伤我 不仅不爱听 听着也不是什么好话 盐呢 能够让人家 让人吃东西的时候 是提味 吃得好吃 那在说话的时候呢 也要智慧仁慈的 让人听着 听得下去 大家又是如何呢 像淡青一样 那如果说没有盐的话呢 也可能能够吃得下去 但是呢 如果说是牛骨汤的话呢 又是怎样呢 如果说是你在饭店 点了牛骨汤 没有给你盐 又是怎样呢 能够吃得下去吗 会说这个饭店 真的是很奇怪 怎么不给盐呢 这个东西 没有盐怎么吃呢 会马上要来盐 那和这个牛骨汤的关系呢 也会变得不好 有可能呢 不再会再关顾这个店 如果说是有盐的话呢 就会很 吃得很香 吃得很好 盐呢 对我们来说呢 是必须的东西 以色列呢 对于这个盐来说呢 是非常一个熟悉的东西 按照律法呢 每天早晚献祭的时候呢 向神献祭的时候呢 都是洁净祭物的 在素季上面呢 一向都是撒盐的 还有呢 死海 从死海里面 能够得到充分的盐 耶稣呢 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常能够用到的盐呢 做了一个比喻 马可福音9章50节说 盐本是好的 若失漏味 可用什么教它再咸呢 你们里头应当有盐 彼此和睦 这段经文呢 也使用盐呢 做了比喻 来教导人们的 耶稣没有说让我们 有可能会说 让我们和睦 为什么呢 用这个盐这个词 来做比喻 让我们和睦呢 在本论里面呢 我们仔细来了解一下 今天我们的话语呢 是创世纪讲解 立维纪讲解 还有约伯纪讲解 还有是92年97年 和2004年 主任牧师 正道过的有关盐的内容 来重新组成的 我们怎样做呢 才能够像盐一样呢 以主的门徒的面貌 生活呢 希望经过今天的话语 能够忙得完点 首先今天本文 我们在今天本论之前呢 我们再了解一下 几个方面 盐的特性 盐呢 是我们生活当中 是很必须的一个物质 人们呢 在出生之前 就是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呢 就是和盐水一样的浓度 这个像盐水一样的 这个羊水里面成长 还有人的血液当中 有0.9%的浓度 这个盐分 还有人呢 要平均一天 来吸取10到15克的盐 才能够呢 维持生命 如果说是过分了的话呢 就会感到渴 如果不足的话呢 就会觉得眩晕 盐分太多的话呢 人们为了保持血液中的 盐的浓度 那水分就会进入血液当中 这个时候呢 血流量增加之后呢 就会得高血压 或者是血管疾病 如果说是缺化盐分的话呢 就会消化 力呢不足 消化力不足 还有食欲不振 全身无力 心胜不安 甚至呢 会 造成死亡 那在用盐 维持生命呢 是必须的物质 但是过量了也不行 不够也不行 要保持适量 盐虽然说不是杀菌剂 但是呢 能够通过渗透压的 这种现象呢 让细胞破裂而死 所以在盐分高的 情况下呢 细菌是没有办法存活的 虽然说有很多的癌 但是心脏呢 是不会发生癌症的 因为呢 心脏呢 就好像是被盐 腌着的一个肉块一样 所以呢 把心脏呢 也叫 盐筒 这个韩国话呢 是这样 叫 说是像盐 盐罐一样 以前呢 有盐的地方呢 就可以说是有权力和金钱的地方 那盐呢 可以说是在盐湖 或者是盐石 会成为呢 贸易的一个中心 以前呢 是为了交易这个盐 这个路呢 是非常发达的 罗马帝国的复兴呢 也是和大量生产盐有关系的 下着罗马的道路呢 其实是为了交易盐的一条盐路 罗马呢 用盐呢 发放军人的军饷 那在领工资的人 工薪阶层呢 也是指 拉丁语 所以拉丁语 这个里面所产生的一个英语单词 军人呢 叫 也是呢 从这个盐里面由来的一个词汇 古代呢 称盐为白色的金 可以和同样的金进行交换 是非常昂贵的 以前呢 古代的时候呢 希腊人呢 可以用盐来买奴隶 盐呢 蒸发之后呢 它又会 就算是化了 然后在蒸发之后呢 又会变成盐 有这种不变性 所以呢 代替了货币 国家之间呢 都有 因为这个国家垄断 产生一些大的利益 所以因为盐呢 会发生战争 有一个有名的世界 英国的殖民地 印度呢 也是 他们反抗 想要独立 他们独立的这个抗争呢 是因为这个盐所产生的 世界的经济呢 非常的难 那英国 他们就制定了盐法 在印度呢 不让印度的生产盐 让他们来买 英国生产的昂贵的盐 那对于印度的树民来说呢 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呢 很多的人呢 他们呢 走了三百多公里 那是盐游行 来抵抗 到目的地 他们拿了一把盐 说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来夺去我们制造盐的这个权利 因为这个事情呢 有六万多名的人呢 被捕 但是呢 这个运动呢 传到印度全域 成为了印度独立的一个基础 印度的独立呢 是出自盐 这是非常意外的事情 对于人生活来说呢 盐是必备的东西 人在生活的时候 是必备的盐 在圣经里面 是怎样表现的 首先看一下旧约 初埃及记三十章三十五节 说你们要用这些 加上盐 按做香 按做香之法 做成清洁圣洁的香 利未记二章十三节说 凡线为塑记和供物 都要用盐调和 在塑记上不可缺了 你神立约的盐 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限 塑记和谷物和乳香一同献上 每天呢 献上的凡记一起献上的 这个时候呢 要调和上 盐约的这个盐 盐呢 是每天都会献上 献给神的 这是 明书记十八章十九节中 后半节说 这是给你 和你的后裔 在耶和华面前 做永远的盐约 联王记下 二章二十一节 前半节说 他到水源 江盐 倒在水中 不能够喝的 耶利哥城的水呢 倒进盐之后呢 以神的能力呢 变成能够喝的 洁净的水 约伯记六章六到七节说 这是呢 让人和睦的 一个智慧的花语 以言那作为比喻 一代之下 十三章五节 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曾立言约 将以色列国 永远赐给大卫 和他的子孙 你们不知道吗 以细节书 四十三章二十四节说 祭司要撒在旗上 献与耶和华为反计 这是神不变的 言约 还有洁净圣洁 智慧的话 以言作为比喻 来进行的说明 下面来看一下新约 对以色列人来说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是经常使用的 也是非常熟悉的原料 在耶稣开展圣公的时候呢 也是用言作为比喻呢 来教导众人 那我们来看一下顺序 首先是马太福音 五章十三节 耶稣开展圣公 耶稣开展圣公 初期的时候 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了味 怎能叫他再咸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了 赫门徒们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要发出这个盐的味道来 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 像今天的本文经文一样 盐本是好的 若失了味 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 你们里头应当有盐 彼此和睦 在这段经文当中可以知道 你们里头应当有盐 这里面所讲的 你们里头 在希腊的圣经里面 说你们之间 更加要接近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们之间 要有这个盐 彼此和睦 下面是路加福音十四章 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盐本是好的 盐若失了味 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 或用在田里 或堆在粪里 都不合适 是要丢在外面 有耳的客厅 就应当听 耶稣开闪社工 在末期的时候 很多众人跟随耶稣 这里面的人 想要成为门徒的话 一定要放下一切 来跟从他 所以用盐作为比喻 来进行了说明 到现在为止 当场的 圣经里面 当场的盐 来终合的来整理一下 三个方便 是盐约圣洁和睦 盐是防止腐败 除菌 结净 融化自己 给食物提味 是神不变的盐约 还有圣洁和和睦 用盐来作为比喻 在这里面呢 我们特别的要知道 盐所发出味的 这个属灵的原理 我们要更加深思一下 盐呢 给食物提味 让人能够吃得好吃 但是 在盐给食物提味的时候呢 是融化自己 渗透到食物当中 让这个食物呢 味道更加丰富 盐本身的味道呢 是非常咸的 有谁能够呢 笑着吃一勺盐呢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太咸了 但是呢 我们为了维持生命的话呢 我们没有办法不吃盐 我们吃盐的方法呢 我们不能够只是去吃盐 而是呢 让盐呢 渗透到食物当中 这样呢 而吸取盐分 看盐的立场来说呢 它呢 是融化了自己 没有了自己的形态 然后渗入到食物当中 不是发出盐的味道来 而是呢 给食物提味 让人们能够吃得好吃 如果说盐呢 是想出头炫耀自己的话 那盐用得过分的话 那就不会吃到食物的 原有的味道 而会吃到咸味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会说好吃 我们会说太咸了 盐呢 会按照这个食材原有的 这个性质呢 增加的适量 在适量的时候呢 才说咸淡适中 好吃 有这样的评价 那要渗入到食物当中 要成为一体 那这个时候 盐呢 自己呢 是不能够融化自己的 要注目一下 盐如果不融化的话 是不能够 食用油这样的物质里面的 是会融化在水里面 融化到水里面呢 离其自己得以变化 这样的时候才能够 在食物的世界得到使用 融化了盐的这个水 那这个水呢 在圣经里面呢 象征着什么呢 那就是神的道 真理之道 如果盐呢 不融化在水里面 就要用这个 以盐的形态呢 是不能够发出食物的味道来的 那这个时候 是不能够得到使用的 如果说是盐 拒绝在水里面融化 那这样的时候呢 会是怎样呢 是不能够发出味道来的 如果说不得以变化 是不能够来使用的 是不能够给人带来生命的 那没有融化的这个盐块呢 是不能够得到使用的 只能够被践踏 被扔掉 更加严重的就是 不仅是自己被离弃 让周围呢 得以荒废 要彻底的守律法 才能够得到得救 看犹太人的指导者 他们呢 不得以变化 在自己的框框当中 不仅是自己呢 连跟踪他们的人呢 也没有办法得救 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 这个地是怎样呢 它成为了沿海 是没有成为了 不能够使用的沿海 被离弃的盐 还有摩拉的地 没有办法再恢复了吗 不是的 好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这块地呢 也有重新使用的道路 完全地融化到水里面就可以 那这样的时候呢 在蒸发的时候呢 就能够得到洁净的盐 就能够找到失去的味道 要完全地融化到水里面 同样呢 就算是心灵再受伤 像压伤的芦苇一样 那在融化到水里面 依靠主的时候呢 就能够得到新的生命 盐呢 要用得适当的 要均匀地渗透到食物当中 这个时候呢 才能够发出食物的好的味道 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说 你们的盐 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盐调和 就可以知道 该怎样回答个人 这段经文说的是 耶稣在复活生天 之后的三十多年 之后呢 保罗在狱中 给哥罗西教会 写的书信的内容 那有各种的 全面的话语当中 最后的内容 那么我们之间要有盐 让我们能够 好好的 那渗透到非常均匀的 这个食物呢 使我们能够和食物呢 变得和睦 如果说是我们 好好的使用这个盐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能够带着和气 能够打开 传播福音的道路 那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 我们在撒盐 均匀的时候呢 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我们在撒盐的时候呢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不能够呢 把盐撒在人的伤口上 那这个时候呢 是非常疼的 杀得慌 说话 说戳人心窝 就是这样的话 那鱼呢 那鱼呢 抓来之后呢 已经死了 又淹在盐里面呢 就是弄死他两次了 还有呢 说火上浇油 这句话呢 也是相似的话 就算是再好的 这里的话 鱼 那在给受伤的这个心呢 撒向盐的时候呢 那给对方带来的痛苦 是更加 更大的 约伯的朋友 一例法呢 他说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依靠神 依靠神 当然是对的 是真理的话 但是呢 这个创伤呢 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在约伯的立场上 和他说这样的话呢 实在是太过分了 就算是再对的话 在这里的话语呢 也要按照时候 和情况 智慧的仁慈的去说 让所听的人呢 能够打开心门 那这个时候呢 听的人才能够 听着真理的话语 就算是同样的水 那装在三角的器皿当中 就是三角形 装到方形的 器皿里面就是方形的 那真理呢 就是如果说是三角 就是迎合他 还有四方的 也能够去迎合他 这才是真理 这是主要牧师 在爱章里面的时候 所强调的内容 但是 拯救生命的这样的话语 有的时候呢 这也是要去宣布的 真言二十五章十一节说 一句话 说得合一 就如金苹果 在云网子里 按照情况 适时地去传真理的话语 各位 耶税呢要说盐要失去了这个咸味 会怎样呢 那就会被扔掉 不能够晕在缝里 会被人践踏 如果说盐失了味 那这是什么话呢 如果说是没有盐或者是不足 我们看到这样坏掉的食物呢 说烂了走了味 我们对人来说呢 我们对人来说呢 也是说这个人没有人味了 那就是严重的话就说 这人 走了味 那么这个 有可能呢 用在一个人身上 那这个时候 就是说这个人呢 失去了自己做人的本分 我们呢 有可能会这样说 耶稣呢和门徒们说 作为门徒的本分 那么用盐来进行了比喻 要不要失去了咸味 那么我们也要 有我们该做的一个本分 我们每个人聚到一起 我们是基督的 被一体的教会 我们都有各自的作用 有本分 那如果说我们不能够 守住自己的本分的话呢 就像耶稣教导一样呢 失去了味 没有用处了 被扔掉了 甚至被人践踏 说是主的门徒 但是却不像个门徒 说是基督徒 但是却不像个基督徒 是墨徒者 却不像个墨徒者 就像说被刷过漆的 坟墓一样 表里不一 这些人呢 就可以说是失去了盐味 说是走了味 失去了盐味的 耶稣的门徒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谁呢 是加利人犹大 在耶稣的身边呢 那么听了很多真理的话语 但是呢 自己肉体的意念呢 没有能够融化在真理的话语 这个水当中 耶稣的教导和自己的想法呢 完全不同 所以没有得以变化 固执几件 说是耶稣的门徒 但是呢 最终还是把耶稣卖掉了 就是失去了盐的味道 就像西伦里面所讲的 我们刚才看到画 我们再看一下 耶稣右侧的这第二个人呢 是加利人犹大 他的右手里面拿着钱袋 还有呢 他前面的有一个倒着的一个罐子 这个罐子里面 这罐子是什么 这里面倒是 撒出来的这个东西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呢 盐罐 那我们在餐桌上呢 大部分都是有盐的 加利人犹大的前面呢 有和神之间 无法改这个盐约 还有圣洁和墓的这个盐 撒在哪里 就像失去味的这个盐一样 达芬奇呢 为了表现这个加利人犹大 盐失去了盐味就不可以了 盐呢 融化在水里面 要发出未来的 但是呢 自己肉体的意念呢 没有融化 没有消失 那自己所做的事情呢 是非真理 但是呢 却认为自己呢 是对的 神看来呢 不是善的 但是呢 自己呢 却有一种错觉 认为自己是善的 对的 自欺欺人 这样呢 被自己 自欺欺人呢 是为什么呢 有真理的框框 有私心 有贪心 所以呢 会自欺欺人 看以撒 他虽然说呢 他虽然说是属灵之人 虽然说他知道呢 神要给他的长子 长子权 但是呢 有他的贪心和慈心 这个时候呢 他认为是对的 这样自欺欺人 他骗了雅各 骗了李百家 那属灵的眼呢 所以本人呢 还有他的妻子 儿子 也经受了几十年的一个熬炼 当然呢 他欺骗的也是神的一个旨意 在成就神的国的时候呢 运用在其上 如果盐失去了盐味的话呢 就会被离弃的 那不仅是说耶稣的门徒 还有呢 有使命的人 那是现今呢 信主的所有的人 指这些人做的话 那耶稣当时呢 以色列还有犹太人全体 给他们的话 法里塞人 法里塞人 还有瑟利 还有律法的学家们 他们就为神的选民 他们失去了原来的味道 不只是说自己 还论断定罪于他人 说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那律法主义的这种面貌当中呢 就是没有这种牺牲献身 还有服侍 也没有这种重要的爱 就像说是被砌过的坟墓 一样失去了盐味 律法呢 是神通过摩西呢 所赐给的 律法本身的宗旨呢 是圣洁 是要守的 但是人呢 在律法之上 仔细地去守 这样去集中在这里的时候呢 失去了神的爱 成为了律法主义 这是个问题 这才是问题 那就是像 纯粹的 这个盐里面呢 掺杂了一些不存的杂质 那盐呢 融化到水里之后呢 重新再蒸发之后 又会变成盐 那这主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因为呢 里面有杂质 在死海里面所生产的盐 那个时候失去了盐味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不存物质呢 是石灰 如果说有石灰的话呢 盐就不会发出它原有的味道来 也没有办法来使用 因为这里面呢 有不存有杂质 所以它没有办法呢 发出盐的味道来 会被扔掉 同样的原理 我们如果失去了主的门徒的 这些样的 有这样的不存物质 杂质 有血气 情绪 坚淫 论断 定罪 恨 猜忌 嫉妒 等等 其中里面呢 我们要和睦 那有这个妨碍的 这些不存的杂质是什么呢 耶稣特别警戒的 那就是骄傲 还有这个 因着这个骄傲 所产生的论断 定罪 今天的本文经文 说你们里面要有言 成就和睦 还和福音九章十四节 到四十九节 看这一点之后呢 就可以知道 耶稣为什么说 要和睦呢 这是为什么要警戒的一个 不存物质呢 在马可福音九章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 门徒呢 他们呢 在争论谁更大 说自己是更大的 这就是骄傲 对此呢 耶稣这样说 如果说谁想成大 就要将悲自己 把孩子抱在怀里面 这样说 不要争执 说谁要更在前 哪怕是不如自己的小孩子 不期待任何的代价 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呢 在这样的小孩子面前呢 也要更加将悲自己能够去服侍他 去这样的 去这样的迎接主 这就是和迎接主一样了 这就是和迎接神是一样的了 但是耶稣说不要抬高自己 这个时候 得到责备的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看下面一节 约翰呢 在马可福音9章38节说 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敏感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们不 他不跟从我们 这话呢 这个门徒们 不只是说他们争论了 超越这点之后呢 那他们呢 就排斥了 不是门徒的其他的人 他们 可我们不是一伙的 不是我们自己人 他们不对 所以我们阻止了 说这个人是不对的 这样论断定罪 所以我们排斥了他 这个如果说 说得严重的话呢 就是仗势欺人 排挤他人 那对此来说 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呢 马可福音9章39节 说不要禁止他 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 行义能反倒轻易毁谤我 四十节 莫比抵挡我们的 就是帮助我们的 毁谤我们的 那当然呢 要警戒他们 但是呢 没有反对我们的人 我们就不要再那样做 那之后呢 就会更强地说 叫信耶稣的一个小子 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漠室 拴在这人的景象上 扔在海里 就像这画面里看到的 这个大漠室呢 比想我们想象的 还要大 很大 把它拴在脖子上 是怎样的呢 骄傲论断定罪 这是多大的罪呢 要把这个大漠室 拴在脖子上呢 扔在海里呢 耶稣呢 为什么说 还不如这样子 更好呢 更加都互相争论 自己是对的 去论断定罪 排斥 这样的言行 那如果说 心心软弱的小孩子 一样的 这样的初信徒 如果说是跌倒的话呢 要怎么做呢 要让他们领悟 所以呢 才这样教导他们 门徒们呢 都说自己是大的 这样争论自己 他们呢 又排斥 其他做好事的人 这些门徒呢 信耶稣 那以耶稣的 这些人呢 是信耶稣的 也是以耶稣的名呢 做了 还有以耶稣的能力 做了一些好事 但是呢 他们却阻止了他 不让他们这样做 如果说是这样 有人跌倒的话 换句话说 就是说失望了 不能够好好信耶稣的话呢 你们怎么来 负这个责任 所以说呢 还不如说 脖子上拴了大漠石 扔在海里 骄傲论断定罪他人 说我是对的 你是错的 这样论断定罪的这些事情呢 是打破和睦的 是让人跌倒的一个主要原因 耶稣在这里是这样强调的 耶稣呢 用大漠石做比喻 然后呢 又加强了强度 说 如果说你们的眼睛 让你们犯罪 你们就把它拔出来 扔掉 比你们下地狱更好些 地狱呢 是永远的火坑 从事不死的 还不如说 把你的手 脚 如果犯了罪的话呢 就砍掉他 如果是砍掉他 不犯罪 不下地狱 不是更好吗 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但是文徒们说 用脚走过去呢 用手 眼睛看见呢 用手阻止他们 不让他们做 排斥他人 好像是超越了别人 好像是比别人强 排斥他人 像小孩子一样 对自己没有益处的人呢 就倾待他 这样的言行呢 就是失去了眼味 这些呢 就是酸达默石的一个理由了 耶稣呢 对于小孩子的比喻 还有呢 酸达默石的比喻 还有通过地狱的比喻呢 非常严厉的警戒 迅捷了 曼徒们 说了一个结论的 具有结论的话语 这里面呢 也是用言 作为比喻 今天本文经文 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 言本是好的 若失了味 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 你们里头应当有言 彼此和睦 言呢 在人生活当中 是非常必要的东西 是言曰圣洁和睦 言是好的东西 如果说饥饿的话呢 有可能呢 会用树根草根呢 来代替 但是如果 盐失去了 咸味 怎么能够再让它 变成再咸呢 因为盐呢 没有用 没有其他东西 能够来代替 没有盐 人们只能够灭烈死 所以呢 朝鲜时代呢 在有荒联的时候呢 不是说米和 其他的古物 而是盐是最为首先的 我们生活当中呢 这个盐呢 要放在其中 我们要成就和睦 我们来整理一下 各位圣徒们 耶稣 说 失去盐味的这个杂质里面呢 是什么呢 我比你强的 这个 因为这样的 骄傲呢 去论断定罪 排斥他人 如果说是门徒们 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 发出盐味的人 也不会争敬 也不会争吵 会以主的名 做好事的人呢 也不会去排斥他们 要出去杂质 盐才能够发出 咸味一样 要出去杂质 那这样的时候呢 才能够发出 主的门徒的 这种盐味 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 前半节 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没有说要成为 世上的盐 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不是说教会的盐 而是说世上的盐 像今天 大礼拜的时候 文日本的教会呢 是世上的盐 地方政府呢 去更加地支持他们 我们要按照 耶稣的话语 要成为世上的盐 四十节 耶稣又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你说我们是世上的光 那么我们怎么是 世上的盐 世上的光呢 十六节 中半节说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 你们的好行为 好行为 能够成为世上的盐 和世上的光 那我们要看 让人看到这样的好行为 的理由是什么呢 十六节 后半节说 天将荣耀 归给你们 在天上的父 我们呢 以好行为 成为世上的盐 的原因呢 那其实要让 世上的人看到 我们的好行为 让他们知道 我们是信神的人 我们呢 也要去 信神 来到神面前 旧约 创世纪里面 有个代表性的 内容 人物呢 就是约瑟 他在外邦呢 去服侍神 成为了光和盐 在埃及 埃及的所有的人呢 都是非常信赖 约瑟的 如果说是这样的 世上的盐 那么我们相信的 我们呢 是非常洁净的 奉沙圣洁的 我们要在 他们面前呢 要成为榜样 要更加道德 在龙里上呢 要成为榜样 四世纪后半节说 层造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我们和教会的行为 是没有办法隐藏的 所以我们要成为 盐和光 要让世上的人 都能够看到 能够将荣耀归于 神 和世上的人呢 没有多大的差别 没有多大的区别 怎么能够成为 世上的盐呢 生活在基督里面呢 我们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 这个和虚假 这个杂志同在的 还有骄傲 论断定罪 猜济极度 贪心 奸淫 这样的 不能够和他们一起 这样的杂志呢 失去了盐的咸味 那失去盐的咸味呢 就会被扔掉 各位圣徒们 盐呢 会融化自己 让食物发出味道来 那为了自己呢 还有融化自己的呢 就是灯台 灯台之上的这个蜡呢 会融化自己呢 发出光来 灯台呢 在洗漱里面呢 是指教会 那蜡呢 是什么呢 这个灯是什么呢 是灯呢 是指我们主耶稣 教会呢 是我们信的人的聚会 教会呢 像盐一样 还有灯台和灯 像这个灯台和灯一样呢 要能够光照这个世界 盐融化 还有呢 灯融化呢 燃烧自己呢 是有一样 同样的 有一个目的 叫拉太书 一章八诀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天使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该被咒诅 那其他的福音 还有盐本身 还有灯台 如果讲这些的话呢 就是咒诅 那灯台 还有盐 就是耶稣基督 灯台呢 如果说是不点灯的话呢 就不能够说是灯台 盐如果说不能够发出味道来的话 就会被扔掉 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行为 我们所现身 所有大上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要显出我们的主来 那我们是世上的盐 要融化自己 那我们还剩下什么呢 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 但是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一节说 然而有许多人 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这个世上有财产权利 是优先的 这样的人如果说是没有放下的话 按照贪心生活的话呢 有可能会成 在后的人 但是为了主 像颜一样呢 融化自己现身的人呢 在来世 要成为在前的 在这个地上呢 能够非常平安的生活 那么将我自己的一切都离弃 有可能呢 又有疑问了 这里面呢 又有一个条件 要把自己的一切全都焚烧 要 那如果说是没有爱 也是无用的 罗马书十章二节说 我可以证明他们 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照真 知识 在神面前呢 有热心 但是呢 不是有真知识 因为主的爱 那以这种 属灵的知识 正确地来做的话呢 那有可能就是 自己的一个 自己的热情了 不是说真理呢 成就在自己的内心 用爱来做的 那在教会 如果也是 看着好像是在 努力在做 但是呢 实际上呢 确实和神在争战 好像是呢 尽忠努力 但是呢 不是为了神来做 有多虚无呢 所以呢 就算是像 炎一样 去融化自己呢 也不是无条件地 去融化自己 要在真理的水当中 正确地去融化自己 正确的一个标准呢 就是知道 主的爱 在这个爱当中 做所有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所讲的呢 我们来概要一下 罗马书十章二十节后 中后半节说 神的勇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言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耶稣呢 在所有创造的 万物当中的用言 作为比喻呢 让我们有所领悟 言呢 是言曰 圣洁和睦 耶稣呢 向门徒们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要发出盐的咸味来 盐如果说失去了味 那么就是失去了 主门徒的味道 失去了门徒的本分 那就是骄傲论断听罪 如果说是主的门徒的话 要像盐一样牺牲服侍 要和睦 下面来讲结论 亲爱的各位圣徒们 盐呢 要完全地融化自己 给食物呢 发出味道来 要互相成就和睦 所以这个地上呢 要起到盐的作用 那就是耶稣 这个地上呢 任何人呢 都是和罪的问题呢 没有办法和神成就 真正的和睦 那因为有主 我们呢 恢复了与神之间和睦的 这个关系 耶稣在这个地上呢 担当了这个盐的一个作用 是这样的楷模 流进了血与水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让我们成就了和睦 和自己的和睦 还有和其他人之间的和睦 还有和父神之间的和睦 耶稣呢 主呢 都为我们成就了 这样的耶稣呢 跟我们说 我们是世上的盐 以主的 像主我们去学习 跟着主 那如果说是我们在世上成为盐 起到这个盐的作用的话呢 这个世上呢 也会和天国一样 亚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耶稣呢 死了主在我里面生活 每个时间呢 就是我们非常喜悦的时间 我们每天要吃的盐 我们在每当吃到食物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记得 盐是怎样发出味道来的 盐融化在水里面呢 没有自己的形态和食物一体 给食物发出味道来 我们呢要发出真理 在真理里面呢 和神和主成就一体 我们要互相服侍成就和睦 今天呢讲了盐的意义 那我们在听到之后呢 我们说 我们呢用一两趟来概括 今天的一天的正道 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一点 大家每一位呢都是 像盐一样的 非常必要的 外民的家人 是神的儿女 我们互相服侍 互相爱 要更加和睦 更加幸福地来生活 以后在天国新耶路撒冷 永远在一起 是这样的 我和大家 像今天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要更加努力 要做的是 要成为世上的盐 亲爱的各位圣徒们 世上 就像世上得到使用的盐一样 我们呢 要世上的众多的灵魂呢 和神成就和睦 能够荣耀地在神面前 得到使用 成为这样的 我和大家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请赞大家 通关影响 我们是患者祷告 把手放在患处软弱之处 若没有患处 把手放在胸口 为心愿 凭信心 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 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守在 所有接受祷告的 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 左供在极限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和屏幕 接受祷告的 知交会支声店 以及全世界的神 恩律们之上 赐予他们 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 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事例 并驱走一切事态和患难 求父用圣灵的火 原本的光 焚烧 并医治他们 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每根骨结 全身神经组织 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 持则 超低魔鬼撒旦 以及疾病病均软弱都退去 光阳进入吧 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 完整焚烧 净进 击退 内疾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 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 病均不能进入 求父保守 求父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溢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腹科病 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 以及所有炎症 也得到痊愈 也求父使小儿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键盘 突出症 也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内的一切疼痛 都消失 癫痫 自闭症 抑郁症 躁愈症 精神衰弱 等一切精神疾病 也都退去 我吩咐麻痹 瘫痪得得以释放 瘫子要起来行走 跳跃 模糊的视力 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朵 要听得清楚 瞎子要看见 龙子要听见 亚巴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世国后遗症 得以洁净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烫伤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父啊 求奏功不留下 一点疤痕 毒品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物中毒 也得以洁净 以死的神经细胞复苏 死人已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胎的 赐予怀胎的祝福 得到怀胎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明命令 仇敌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众邪灵都退去 他的差异也退去吧 这世上的邪灵 误会的灵 虚假诡诈的灵 以及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阿进入吧 求父神赐予您 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其罪恶成为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 儿女们一周间 从各种事故灾阳中 当盟保守 度过横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焰天兵天使 如火焰般的眼目 看过保守所有神 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 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到人里门 或知或何 无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阿宝父感谢您 将一切荣耀贵于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祈求阿们 阿们 阿们 涙の中 オラルシュ 愛の主 それは命与える救いの道 阿们 阿们 阿们